咱们来简单看一下 车序部分代码 先简单看一下 比如说车代码就是什么 把这个重复的代码 然后用一个函数去封装起来就可以了 对不对 咱们先看 这个里面 都在做什么 相同的操作 你看 这是不是相同的 这是不是相同的 对吧 所以说它们可以什么 声明一个函数 爱的 Btn 然后Btn 这一顿的是什么 解包 所以说是这种类型 把了什么呢 把它是不是放进去就可以了 就在这吧 现在是调什么 爱的 Btn Btn是不是可以了 然后这里呢 这里也一样 对吧 爱的 Btn Btn 对吧 好咱们先看一下 先抽一部分 其实主要就是了解这个就是什么叫做就是去抽代码 就是把什么相同的这个代码用一个函数去封装 对吧 是没问题的 我每个地方写一个 然后比如说在这里呢 咱们找一下 这里最明显的是啥 是不是就是个ns timer 最明显的是这个ns timer 自动返回 对吧 自动返回 这也是自动返回 是不是 这也是自动返回 这还是自动返回 是不是写了三次 其实我只要写一次 对吧 放 自动返回 自动返回 对吧 那么我只要在这地方 每个地方掉这个是不是就可以了 每个地方掉一下是不是就可以了 不用不用在这写三次 这个抽代码就点到为止啊 咱们就是先看一下 到底实现了没有 这都正确了的是吧 是不是没有问题啊 那么下面的话 有有兴趣的学生啊 可以这样 你看 你每次绘制 对吧 每次绘制 你可以让什么 让他在这上面显示一下 或者是每次绘制完之后 你是不是可以截图 把这个图截了之后 然后让他动态的去改变这个图片 两种方式啊 第一种是什么 这绘制的是啥 然后让他在这再绘一次 第二种是 绘制完成之后 把就是当前这个 这个图上面的图截下来 就这块这个图上面的图截下来 然后放在这去 两种四个 然后剩下的是把什么 你看哪里还有这个重复代码 你可以再去就是 把它就是在更进一步的 去简化一下这个代码 好 整个这个swift解锁项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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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